DRG成功顿额晋级败者组决赛 葛米尼教练说出大实话 联盟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遗憾的 而猫神赛后的一番话 却让刺痛直接EMO了 葛米尼教练之言全是刀差点破防 就在昨天DRG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三盘成功顿额晋级败者组决赛 这结果让猫神跟张角教练无法接受 赛后两个人接受采访都忍不住哭了 猫神的青春很快乐 但却充满了遗憾 对此葛米尼教练也是说出了一句大实话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遗憾的 并指出他们失利的原因 公孙黎已经不是版本答案 我都差点绷不住了 我跟你说句死话 教练也太自责了 我是不是说张角也没有必要这么自责 真的 巅峰对决 虽然大家我们马后炮一下 巅峰对决哥亚打公孙黎 确实公孙黎很难打 但是有一说一 我说过一句话 巅峰对决的阵容 没有败着 没办法 因为他是盲选 压力也大 也有可能我们也听不到他们巅峰对决的一个语音 也有可能是决议跟他们的教练说 我就要攻准你 我攻准你有自信 也有可能 这种东西没办法去说 什么有遗憾 都有遗憾 联邦这么多队伍 这么多选手 这么多教练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遗憾的 都有遗憾的 这是很正常的 这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些遗憾 所以那个冠军才那么难得可贵 才那么的想去拥有 我有遗憾 我很多遗憾 随后猫神在采访时 说出曾经的遗憾 QG五虎 其实有机会拿更多冠军 奈何当时有点年轻气盛 大家最终才会选择分开 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些片子里 凯特有说一句话 说你曾经拿过很多冠军 你看过很多选手哭 但你自己没有哭过 但你在做到那个梦 梦到这一次拿到冠军之后 你哽咽了 是因为会想到了 在拿到这个冠军之间的 这些奇迹复复合过往 还是这个冠军的意义 对你来讲 如果这一次新拿到冠军 会对你意义有所不同 就是之前 前几年打职业的时候 我觉得 今次决赛只要大家努力 一起往前走 就能够进决赛 然后这两年我发现 有时候有些事情 努力之后离他也是很遥远的 然后我就觉得 在刚开始打职业的时候 自己不够成熟吧 有时候会想到那时候 如果当时有现在的心境的话 成绩会更好 刺痛跟葛米尼教练听到这番话 前者直言 把他说emmo 后者则是评价全是刀 差点给他看破防 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遗憾 却再也没有办法移谱 全是刀 真的全是刀 明尼 那个泰特的采访 给我看emmo了 给你看emmo了 差点给我看破防了 哎呀 你知道他最后说了一句啥吗 你懂明不明 他最后说 最后第二句 你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吗 他说的是 你说的是那个 最早的时候 如果有那个心境 是那个意思吗 对呀 我知道呀 他不就是说的 我们那时候吗 是呀 总之就是 职业选手跟教练 都会有遗憾 不可能每个赛季 都拿到冠军 这样反而会让比赛 变得索然无味 只是猫神的经历坎坷 如果他能跟Fly一样顺利 或许今天就不会难受到小哭 只能说 LGD这赛季真的很可惜 要是能够夺冠 猫神跟张角教练 都会如愿以偿 以后也就不至于心态崩了 大家觉得呢 对呀